记载当中 咱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断案经验 敌人节肯定非常的丰富 可是呢 它的断案能力呢 咱就不好说了 因为史书上没有说 它断案这个推理过程的这种记载 只是记载了它的公正 公平 还有它这个工作量 是吧 那既然史书上没有具体的断案经过 那后来这些个传的神乎其神的这个断案故事 和它这个东方福尔摩斯这个名声 是怎么来的呢 这些东西怎么安到他头上了呢 这个 说到底 得归功一个外国人 这个人呢 是一个荷兰人 叫高罗佩 他这个外交官 在一九四几年的时候 他在中国工作过 当时他就偶然地读到一本小说 这小说名字叫《武则天四大起案》 这本书在清朝初年就开始流行了 主角呢 就是这敌人节 这荷兰人高罗佩 读完这书以后爱不释手 他就把这本书翻译成了英文 光翻译他还觉得不过瘾 后来他就开始了 以这个敌人节为主 拿他当主角 搞了这一系列的创作 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 破案都带点什么鬼啊 神啊 都带点这个 那么经过他这么一创作 敌人节的这个探案方法呢 就比西方这个福尔摩斯啊 有过之无不及 再加上神秘的这个 东方文化的背景 高罗佩写的小说 《敌公案》在西方就大受欢迎 敌人节也就成了这个 家喻户晓的人物 被称为东方福尔摩斯 咱们看呢 现在这个影视剧里边 大部分也都是根据敌公案改编的 所以人们呢就这样 认为敌人节是一个神探 哥老 真乃神人也 对 对对 您说的全对 现实真乃神人也 不过是亲眼所见 传临绝难相亲 世上竟有您这样的人 敌大人救了咱们全村人的命 咱们应该跪下献恩 对 大家跪下